作词 李宗盛 把冰冷的墙暖热 用火一样的清晕怀 把陌生的门打开 让熟悉的爱进来 把冰冷的墙暖热 用火一样的清晕怀 一个温暖的家 有人牵挂和等待 两颗相知的心 共进风雨如沧海 让青丝与白凡 都化作长青藤 缠绕着你和我 今生不老的爱 一个温暖的家 有人牵挂和等待 两颗相知的心 共进风雨如沧海 让青丝与白凡 都化作长青藤 缠绕着你和我 青丝与白凡 五哥 你今天真漂亮 我觉得我也还行 来 谢谢 谢谢 小海 你说的那家西餐厅 真的意思只接待两个客人 那当然了 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 两人世界的主题西餐厅 整个餐厅啊 只有一场餐厅 还挺浪漫的 快到了吧 我可有点等不及了 瞧你急的 这前面马上就到 对不起啊 接个电话 喂 哪位 对 是我 我是姓妍 什么什么 转让座位 不不不不 这绝对不行 今天 对于我和我未婚妻来说 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不用了 我看没必要 什么 那好吧 你等一等啊 行行 我给你打电话 成吗 就这样 是那家西餐厅 我听啊 他们说 有一位老先生 和咱们商量 想让咱们 把咱们 订好的座位 转让给他们 说今天 对于他和他的妻子来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我没答应 那你接那个电话 他想到 咱们会拒绝 能在这儿订座位的人 这一餐 对于他们来说 肯定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所以 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想和咱们商量 这个老先生 他还抱着最后一切希望 说不定 里面真是有个动人的故事呢 要不 你打一个试试看 你打吧 来 木哥 你可别心太软了 你要知道 为了这一天 我可是准备了一个星期 你怎么不打啊 你打电话给西餐厅 就说 咱们那个位置转让了 木哥 你 咱们先找个地方喝点什么 然后再去西餐厅 我相信那儿一定有故事在发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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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剑 吳同志 吳同志 撤彗 吳同志 聊我 準備去 幾天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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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方 你这是干嘛呀 没别的意思 我说了 今天是你生日 我就想请你吃顿饭 吃饭哪儿都可以 这种地方 好像不属于我们 你喜欢吗 喜欢 可是 那就不要想那么多 就当是一个朋友的 生日祝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对不起 二位 今晚我们已经预定了 我们就是想参观参观 里面是不是有一对老年夫妇在用餐 是的 我就到门口看一下 我向你保证绝不打扰他们 你知道 今天晚上转上座位的那个信严的客人 就是我 是这样的 二位请吧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对不起 也许不该让月氏拉梁柱 有点太伤感了 而且意思也不大对头 不 没什么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这么多年了 你是第一次 和我一起欣赏姻缘 我知道 我 真不是个好丈夫 唐宇 你能给我 给我们一点时间吗 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重归于好 我是觉得 我们 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分手 也许 也许我们还能重来一次 我们在该谈恋爱的季节 没有好好地谈过恋爱 让我们试着谈一次好吗 如果 如果我们彼此还是不能接受对方 再分手 行吗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等回去冷静两天 你再回答我 难道 不是 我 notes 你 说今天晚上爸爸对面 要是做的我妈妈 那个多好 你妈妈 已经 做出了更新的选择 让我们为他们祝福吧 他们也会祝福我们的 肯定是上法院去了 她是不想给咱们打照面 害怕心软 听不像有命吗 鲜红鲜红的 好漂亮 可惜是明目的 喝了也好处 这里面白的是什么 人参 人参 好 好甜 放了冰糖 有没有通知棋牌协会的人呢 他们还不知道吧 放心 有老马两口子张罗呢 等啊 等啊 我们就在一起了 等呀 等呀 等来了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 你不老不丑 你还是那么好看 真的 我看都看不够 哎呦 行了行了 松掉牙了 我多大岁数了 还睡这些个 哎呀 你不知道啊 多少个夜晚 我就在你的屋外转 我想你 我就想进你的屋 好不容易才忍住哦 知道知道 我在屋里都看见了 真的 我还知道你看见了 我一准进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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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来了 这个 这个 哈哈哈 郭老婆 凯迪拉克这这这得多少钱哪 知道咱们老年公寓用车 人家婚庆公司啊给咱们打五折 就几百块钱是 您啊就风风光光的坐一回这高档车 来上车吧 老妈 老妈我走了 慢点儿 走好走好 老妈 这长生啊还真不容易啊 是是是 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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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红不红就应该这样 来 再照照镜子 哎呀 这下这老婆就认不出来了 我老师了 乖来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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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你 你还高兴呢 把陌生的门打开 让熟悉的爱进来 把冰冷的家暖热 用火一样的情怀 把陌生的门打开 让熟悉的爱进来 把冰冷的墙暖热 用火一样的情怀 一个温暖的家 有人牵挂和等待 两颗相知的心 共进风雨渡沧海 让青与白带 让青与白帆 都化作长青藤 缠绕 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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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今生 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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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缠绵 绵 缠绵 想侵 说件事 方缠绵 这个家已经被你转的散了架 你他妈还有事啊 你听我说吗 其实咱们家那套新房 我只付了个首付 还剩二十万 那些钱我没动 你不说呀 我也想到 可这钱存在银行里有什么用 这到时候法院还不得照样让给吐出来 黄小斌 信 马了信 法院呢 可能传票吧 肯定是传票啊 这结婚打官司 他们都两不误 撤诉了 那怎么说 这房子他们不要了 我听说 他们住那个老年公寓的费用 还是张大婶把那小片房卖了的钱 我们一直说他要占咱们家的好处 现在呀 都是我爸在用他的钱 那是我看错他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呢 是郭大伯和张大婶 喜结良缘的大喜之日 首先 有请侯院长为二位新人 郑宽 有请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现在我宣布 郭长生 和张翠莲 正式结为夫妻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那么接下来的环节 是由新郎新娘 交换结婚戒指 谢谢你 我们也请 有请郭大伯 为大家谈一谈这个恋爱的感受 ah 感谢共产党 好 这不行 他们俩就亲一个对不对 郭总 我说 今天您跟张大婶不亲那是不行了 您二位二不亲 我们在座的来宾 酒也喝不爽 菜也吃不香 心里边也不舒服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宾客代表马建群先生 至此 这是一场迟到的婚礼 这场婚礼 早在二十年前 就应该举行了 为此 我们为这对新人 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 这是用电脑高科技合成的 一张二十年前的结婚照 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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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郭昕 是郭昌生和张翠莲的新婚之日 也可以说 是他们二十年婚姻的纪念 我是老郭和张大婶婚姻的建政人 二十年 二十年 风风雨雨的 不容易 今儿终于坚守了 我没别的话说了 祝他们 本年和好 早生贵子 好 你自早先带个头 生一个吧 有个段子 听着过吗 六十正在成长期 七十还是小弟弟 九十高寿当努力 活到一百 不稀奇 咱们 还都在正当年呢 说到这儿 我要纠正一个说法 人们把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谈恋爱 叫黄昏恋 这个说法不好 太悲观 今儿 我得给他证明 叫金秋恋 嗯 老郭和张婶儿的恋爱 坦了二十年 在人生的金秋时节结了婚 瓜熟蒂落 早生贵子 顺理成章啊 你们来干什么 爸 妈 我们 我们对不起你们 爸 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咱们家那套房子 是我背着小兵卖的 那套新房 我只用了十万首付 这是剩下的二十万 妈 母儿花音商量好了 想今天您和爸 跟我们一起住 爸 妈 你就跟我们一起住吧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 起来 起来 起来说话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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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妈商量好了 平时 我们还住在老年公寓 周末回家 想想天伦之乐 对 爸 你还住家里吧 要不然我婚的就一辈子 是 花音 这个钱呢 你们还是拿着 我们也用不上 不行 坚决不行 爸 爸 拿着 拿着 哎呀 别糟蹋了啊 要么就把房子 一次性买断了 要么呢 做个本钱 投个资什么的 对 你们俩自己决定吧 对 嘿嘿 马叔 一个人呢 哦 俊杰 嘿嘿嘿 嗯 嗯 有事儿 嗯 我来找我老的 你老婆 和我老婆 上街去了 哦 嗯 你坐 哎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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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倒点水 不用不用不用 哦 哎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还想来蹭顿饭呢 嘿嘿嘿 哎 正好 我也没吃饭 嗯 走 行 嘿嘿 走 嗯 来 嗯 嗯 大馅饺子叫酒 哦 爽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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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俊俩 好好地喝一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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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您有想醉啊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点 你能喝 来 焯一点 你妈 你妈她不让我抽 那石榴她也不让我抽 您得学会杨宗英雷 来 我爸走的时候 我在部队二十多岁 那时候真的没什么感觉 捧着她的骨灰 只是觉得心里特空 那种痛心的感觉 还是很多年后 一点一点涌上来的 每年清明啊 我都会到她的坟前 去坐上一两个小时 满脑子想的 全是小时候的事 想着她帮我 逮拘劲 替我削铅笔 她半夜起来 看看我的被子 是不是当床脚子 她这个人吧 没什么能耐 活得特平常 特不起眼 但是 特知足 每当我坐在她坟前的时候 我就特想她能活过来 哪怕就十分钟 能让我和她 像其他的爷俩那样 坐一坐 聊一聊 就像现在咱俩这样 否真的 跟您坐在这儿 我找到了那种感觉 那种 那种 爷俩 心碰心的感觉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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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对您 别说了 咱爷俩 又要说那么多吗 一句话 我做您的儿子 学不会给您丢脸 跌缝儿 来 来 小柯 爸 爸 爸 哎 哎 你好 听说你辞职了 是啊 啊 如果你们美容院需要花卉盆景 打电话给我 我给你成本家 一定 气色不错嘛 看样子 你过得很好 啊 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很踏实 你知道 我这个人挺不实的 我知道 你们在一块很搬费 真的 啊 我们的整形业务做得不错 你知道吗 我看见了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你们的广告 啊 对了 哪天我要是想 改一改这张脸的话 你也得给我成本家 好吗 没问题啊 你好 你好 就是说 等我晚上回来 我们再接着玩游的章鱼怪 好吗 好 小柯 我听小柯说 你是网络游戏的高手 嗨 我刚发现 玩这个 也是很好的休息 和放松 一个星期只能有一次啊 嗯 走吧儿子 就是说再见 妈妈再见 叔叔 我听说 你这儿挺不错的 我也想来美美容 另外 我们俩要结婚了 想请你来参加 这位就是新郎官吧 我们生活美容部 不接待男女 新娘子 就交给我了 好吗 老转啊 你和方桐 可是我千万大的桥啊 我也算一个红娘吧 嗯 哈哈 你和方桐 可是我千万大的桥啊 小柯啊 嗯 你怎么还叫他朱叔叔 不叫他爸爸呢 妈妈妈让我叫 可朱叔叔说这不重要 他愿意跟我做朋友 是吗 嗯 好啊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要去坐翻过列车 好 唱 人啊 年轻的时候 我说 与天斗 与地斗 老了 就得跟自个儿斗 跟自个儿不听话的身体斗 还跟阎王爷斗 成 你啊 就往一百里活吧 那可不 哈哈 我可不乐意自个儿到下面去 眼睁睁地看着你 再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啊 那你到下面 就可以跟海岚团聚了 是不是 得 海岚她长得漂亮 哎呀 说不定 早已经是明花有主了 啊 是 你俩海岚长得漂亮 我就长得差 啊 嘿 你叫没看见我年轻的时候呢 哼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哎 真是 要是哪天我真傻了 你想过吗 啊 真到了那天啊 我就把你细在我的裤腰带上 走哪戴哪 哈哈哈哈 你还真甭说 甭管我怎么的 我一看见你 心里就 特踏实 那是我欠你的 全是欠你的 是吧 咱们俩 就慢慢地磨吧 啊 是 老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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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两颗相知的心 绷进风雨渡沧海 让青丝与白发 都化作长青藤 缠绕着你和我 今生 无聊的爱 无聊的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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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